脸藕已经不再是夏天特有的产物了 如今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美味的脸藕 脸藕生吃和熟吃的营养功效不同 烹熟的脸藕实性温和 滋补脾胃的功效非常好 特别适合冬季食用 那么除了凉拌 清炒 炖汤 脸藕还有什么特别的吃法呢 本期健康新时代 孙大厨教给您好吃的脸藕菜肴 桂花糯米藕 口味香甜 口感软糯 是非常受欢迎的脸藕菜 那么您知道这红彤彤的颜色是怎么熬制出来的吗 这浓浓的甜味可不是放上一把糖就能做出来的 您知道这放糖有什么讲究吗 藕丸子是大厨带来的另外一道菜 用藕做丸子比起肉丸菜丸更要多一份爽脆清香 在这样一个冬季您不妨多做上一些藕丸子 即便回家再晚也可以快速吃上一道热气腾腾的藕丸子炖菜 还冷的冬天已经来了 在这里健康新时代提醒您 冬季看家菜不要忘了脸藕哟 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在给你好味道 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 我是大嘴 说起有这样一种蔬菜 它那一年四季在菜市场中都能看到 可现在到冬天了 你可能还在家里只是愿意吃那些土豆白菜之类的 不过今天健康新时代教你做的是这一年四季都能看得到的蔬菜 什么呢 就是它藕 没错 今天教你做藕的给您请来的是中国烹饪大师孙大厨 欢迎孙厨 大家好 藕它是一种水生的植物 那么这种水生植物有什么独特的营养呢 给您解答这些问题的是我们的营养健康老师 郑老师 欢迎郑老师 大家好 久别的郑老师又见面了 很棒 说起这个藕 其实我们在菜市场中买的时候会发现 它是一节一节一节的 可是它有的是九个孔的 有的是七个孔的 有十一个的 十一个孔的 我数学不太好 还有十四个孔的 对对 有没有区别 有区别 好到我吧 一白吧 它表面光滑 减白 还有一个吧 就是说好到我吧 里边吧 切除了以后不带泥沙 不带泥沙 它有点在泥沙 那是不是就证明它可能是哪 会断裂 然后断裂以后了 对对 长时间的吧 生长吧 进去了 这一个藕吧 一般就是说 你看着它是一个比一个细 一个对不对 而且它这个藕吧 还有一个藕间 没错 而且它就是说 这个藕吧 就有少少部的部分 也嫩 就是嫩的这部分 适合这个 比较适合一些拌的菜 或者说清炒的 现部这部分粗大 比较炖的 炖汤 熬汤 煲的这个 这都是炖汤的 对对对 我发现这个藕 口感也不一样 是 有的粉 粉的 有的面 有的很脆 从适合上可以看出来 它的这个脆藕吧 它这个颜色吧 更加洁白 更加洁白 不过这个大吧 没这么大 它适合生吃 两半 没错 面油吧 它适合炖汤 煲汤 对 像我们今天做的糯米油 那么它比较适合这一块 那我们买的时候 吃起来比较软糯 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拿了这个 你不看是面油还是脆藕 这一个是面油 怎么看出来 它的色质 表面看 比较黄黄的 没错 这是淡黄色 淡黄色 因为这个脆藕吧 它比较洁白 没有这么粗 比较细一些 今天第一道菜 名字是什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道菜吧 就是叫那个 大家得熟知的 经常吃的 这个桂花糯米藕 制作桂花糯米藕的原料有 莲藕 糯米 红曲米 冰糖 我们现在消耗冰糖 需要改造吗 因为这个糯米藕吧 所有几个布置 第一个吧 一定要需要用这个 粉藕 粉藕 做起来以后吧 它比较软 比较糯 OK 好 咱给它一会儿 还有过来的糯米 对 还有我们今天用的这个 糯米 这做这个糯米藕 之前吧 要浸泡一下 这是做的藕 之前的第一个关键布置 等一下 糯米还要浸泡 对 因为这个糯米吧 提前浸泡了 它便在家里做 比较容易熟 熟的时间比较快 提前泡了 是不是泡一下 我也会让它更粘呢 从它的就是说 一个粘度上 稍微粘一点 粘一点 主要的用途 但是最大的用途吧 就是说在家里吧 它这个熟制的比较快 那咱要是 这种是凉水 用凉水泡就可以了 这个一定有 就是说稍微吧 就是稍微点用这温水 温水 泡这个糯米 没有太大的嚼具 这个水温 OK 泡多长时间 一个吧 是这个泡30分钟左右 就是说咱做饭之前的时候 先把它泡着 对对对 就是里面的那个淀粉 咱尽量赶紧释放出来 对对对对 好 给它泡着 今天我们用藕和糯米来搭配 我想问一下郑老师 藕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地方吗 因为你知道 我了解到了 你看 今天可以准备了一个荷花 假的 出于你而不然 多轻而不腰 那您看 藕 荷花里面有 有什么关系 有莲子 对 然后这边有 对 然后我们是不是 整个荷花的一身都是宝 是这样的 你看 这是莲藕 就指的是莲花的根茎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 就在的水 在泥里面 没错 然后这就开的是荷花 然后再结出来的果实 叫莲子 然后莲子放在这个莲棚里面 莲藕 生吃和熟吃 在中医认为 它是不一样的性质 就是它对于人体的功效性 它发挥不同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要生吃的话 就是凉拌它 尤其我们今天夏天的时候 为什么大家都爱吃凉拌 就是源于这个莲藕 它比较性凉一些 性凉 性凉的话 对于这个夏天 有一种消暑 解渴 身经 这样一个功效 没错 包括可以清湿 清热 这样一个作用 这是生吃 那如果像我们今天一样子 对于我们这个季节来讲 我们最适合的要做炖的吃 让它熟吃 那熟吃呢 它就性质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它就逐渐转变成一些温和 温补的一些性质 对于我们冬季来讲 比较适合 所以说在家里的时候 多吃点莲藕 咱呢今天用它来做餐 好 大叔 30分钟时间已经到了 到了 这个基本上就把它泡好了 你看 这个基本上吧 这个光度 还有这个糯米 膨胀了 膨胀了以后吧 就可以了 下边吧 我们就开始这个 开始这个尿制 尿制之前吧 首先把这个藕吧 就是说这个摘一头啊 休闲也把它切开 藕那一般会藕断丝连 会有粘液 还会看看 有你是不是 哎呦真是丝连的 藕断丝连 真的是 看到了 其实吃藕就吃这种面具 对 然后再一吞吧 一定就是说是个实的 嗯 不要说再这么 装米以后这么 对 那个就变成肉头了 然后把这个 那么泡好的米吧 就先用这么个 成切吧 就开始把你灌就可以了 只要泡好的米吧 我想问一下孙厨 这时候我们不需要再在水中泡一泡 把这个孔里面万一有一些小沙子呢 会不会有 哎 不会有 不可能会有吗 不会有 因为呢 我买的时候就买的这个根 对 这个这个 就是已经干住的已经封闭住的 我们要买这样子的 对对对 就这么硬灌 硬灌吧 就是说稍微这个这个用用煮块 我让大家用煮块 我一串一看 大厨这时候我们不需要加点料吗 不用 因为一会儿吧给大家这做也是一下这个怎么制作啊 先把这个呃这个糯米吧 给大家就这么灌进去 哎 就是说给大家灌进去 这因为这是一个这个菜吧 好吃 但是吧 他用的功夫比较大 哈哈哈 这个菜做出来以后吧 就是说那个可以长食业保存 长食业的吃客人来了吧 或家庭 谁谁谁谁谁谁是可以吃 没错没错 孩子都喜欢吃这个 对 孩子 孩子 对 基本你看这个这个装瓶了 装瓶了以后吧 我们就是算 把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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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上盖 好 不要把米吧 把它就是露出来 然后用家里牙签吧 把这个插一下 固定一下 就属于是把这个盖给它 用牙签固定 因为牙签它比较干净嘛 对 比较干净 就是竹子做的比较干净 然后把它插一下 哇 这个过程就像小的时候 女孩子玩做一个布娃娃一样 很有趣 给它固定好 咱俩还要蒸吧 基本就是这个初步的 基本就是这样 OK了 很粗壮 下一步盖好以后吧 那么我们就必须就是 学用一个特殊程序 什么程序 我们就是说这个用高压锅压 因为它说一定的时间 高压锅来压 我们就用这个关压锅 直接把它扔进去 对 这个在扔之前 这个需要很多调料的 首先我们要加一部分冰糖 冰糖 加冰糖 冰糖 它这个味道比较甘甜 甘甜 而且有热性来讲 还酱 还酱造 对 轻冬季节很干燥 再一个干嘛 又加棉砂糖 大厨我问一下你 我在家里面如果是做耕品菜 有了冰糖我就不加冰糖了 甜味够了 咱们还酱这个 它这个符合味不重 我这个糯米油所有一定的复合味 复合甜味 因为它为什么这个糖有分类 有冰糖 有棉糖 有砂糖 红糖 有红糖 它各有各的味道 虽然都有糖 但是它的甜度不一样 那么说这个冰糖 它的味道比较甘甜一点 那么这个砂糖 它就是说 它是那种有点重一点 有点像咸甜的 对 是不是 而砂糖是那种回味的 冰糖是回味的那种 有回甜 所以它不一样 我要问一下您孙叔 比如说在那家里做银耳之类的羹 是不是也得有两种糖 一起来配 就是说那最好是两种 银耳什么的 包括串备的这种羹 如果是做的有地道一点 好吃的话 最后两种 两种 把它放在一起 这个比6要求吗 是1比1吗 不 这个冰糖的数量 因为它的味比较味 这个甜味比较干 对 少放一点 少放一点 以我们这个米沙糖 稍微倒的 更多一些 多一点 就大概是1比2的比 对 1比2 冰糖是2 冰糖是1 冰糖是1 放了以后 放了以后 因为这个藕 它是一个白色的 白色的以后 为了就是说 增加它的色度 吃起来让人更食欲 没错 那么我们还带了一种 叫红蛆米 红蛆米 红蛆米 这个大家一般都熟知 这个红蛆米是米的一种 但是吧 它最重要的一点 红蛆米 是挑它的色泽 它是不是 大米发酵的 是不是 对 是一种发酵 而且在发酵过程当中 它的营养素含量是非常高的 另外 它对于心脑血管疾病 这些效果非常好 都说它是天然的色素 它现在色下的特别好 绝对是天然色素 包括大嘴告诉你 你在家里 比如说做一些红烧之类的菜品 你可以用点红蛆米来调云色 对 包括你用酱 对 它的食欲 对 这个市面上有卖的 下面我们把这个调料加好了以后 基本上就是说就行了 好 然后把我们提前就是装了藕把放进去 装很多米的藕放进去 这个水要把这个木藕 这个对 这个水也有水平 不要说说加的水太多 就是说 没过这个藕 就是说余两公分 好 余两公分就可以了 好 然后就是说 ok 正好干 好 压着的时间吧 大约差不多吧 在家里用高压锅压的话吧 就在40分钟 40分钟左右 好 40分钟 现在我们就有连车店 压它40分钟 一会看一看颜色会不会变成红色 里面的糯米会不会变软呢 欢迎回来这里是金龙鱼深海鱼油条 和油检查汽车袋 我是大嘴 刚才等了好久 可算是好 现在应该出锅了40分钟 咱把它打开看一看 对对对 好嘞 哎呦 好 刚才是白炸的 现在就得说是红红的 偶了 还有香味你发现了吗 哎呦 非常浓的 这个木木的香 压了40分钟吧 基本把汁也压的差不多了 这很少 还有一个关键吧 需要放在火上靠一靠 它太太吸了 这个还先吸 你这都没事了 你要把这汁再拾进去 稍微一收 靠靠的 OK 再给它倒出来 对对 好 还嫌人 它这个支水 我都觉得不用靠都很好了 没错 而且你看它这个红曲米用的特别棒 有的时候很多朋友 如果刚刚打开电视机 你会觉得今天怎么用了这么红的色素 不过大嘴告诉你 这个天然的色素是红曲米 你在家里如果说做一些酱类的食材 然后你可以用一点红曲米 是不是 然后要在家里压出来以后 一定要靠 这是个关键 必须要靠 反正在靠 你的藕的颜色跟那臭度 倒不了 倒不到 我们这时候在靠它的时候 就需要什么 需要中火 是不是 对 慢慢的靠一下 中小火 中小火 火不要太高 好嘞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我发现汁已经变得比以前还要少了 对 还要稠了 更稠了 更少 很棒 一下刀 把手机慢点 好 我来 这么大的一个藕 而且下面都是这种红色的汁 对 我说这个 下面我们改一下刀 改一下刀 如果在家里的话 你可以跟自己的喜欢 比如说你可以改成 直接这么一个圆片的 或者是这种半圆片的 都可以 都可以 OK 很糯 很糯的 扎刀很厉害 而且 粘刀的不只是糯米 它本身的糯 而且还有这个藕 本身的丝 对 都在粘你的刀 嗯 这么一道红彤彤的菜 现在呢 圣诞节啊 元旦的已经到了 朋友聚会的时候呢 都希望哈 在餐桌中呢 出现一点的让你觉得喜庆的颜色 这道菜 如果您学会了 过年的时候 朋友聚会的时候 把它多上餐桌 嗯 心情好 对 寓意好 没错 象征着你新的一年 哎 红运当猴 没错 今天我觉得大叔您的摆盘也寓意着节节高生的意思 节节高生嘛 无本来就是节节高生嘛 对 没错 一节一节的 哎 这基本上就切完了以后吧 来点糖果 因为今天我们做的是一个桂花糯米 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个用这个桂花桃桃桃 好 再交上一点吧 它的更会增加香味 它的香味 好嘞 端上你的餐桌 如果说你觉得这道菜象征着你美好生活的话 那么在家里不如试一试 看到没有 非常的漂亮 而且是节节高生的 味道怎么样呢 咱现在一起来见证一下好不好 来 赶快尝一尝 不仅看起来糯 咬在嘴中的感觉也是很敦实的糯 嗯 很甜甜的 很甜 所以说刚才讲了嘛 这个关键点在什么地方 一定有先用这个粉偶 有脆偶吧 你压它一个小时吧 它要脆 这也脆脆的 跟裤子一样 没错 外脆 然后内软就不好吃了 这是整个花园体的 特地为紧实的这种糯 今天吃到 孙大厨给您带来第二道菜品 是做一个藕丸子 对对对 我没吃过藕丸子 什么日子 一会儿孙大厨就告诉您 好 用藕做的丸子您吃过吗 比起肉丸菜丸 藕丸子更多了一份爽脆清香 那么藕丸子制作起来都有什么要点 什么样的脸藕最适合做丸子 想吃到与众不同的丸子吗 接下来孙大厨告诉您 不要走开 精彩继续 欢迎回来 这里是金龙鱼深海鱼油条和油 简查新时代 我是大嘴 刚才孙大厨带来这道甜品 吃起来的时候又香又糯 然后感觉又甜 好吃 马上要做藕丸子了 藕丸子我没听过 我觉得是不是要把这个丸子里面 加一点藕丁进去 对对对 加一点藕丁 真是聪明是不是 第二道菜名字是什么 斯大厨报一下全名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道菜 是木瓜番茄煮藕丸 木瓜番茄煮藕丸 听名字就能知道 这里有什么 这三种食材 这是西红柿 番茄红素 然后木瓜 北的胡萝卜 似乎叶黄素 然后还有莲藕 当中的碳化合物 这三个组成起来 一起把这个搭配 给我们的斯大厨 斯大厨您来三桌好不好 先把对原料改一下刀 切成丁吗 对成大的 块 大块 好 这个木瓜 咱在节目中 尽量给大家介绍 木瓜当中含有的这些酶 都是比较丰富的 蛋白酶了 脂肪酶了 有助于促进消化和吸收 这一块也是我们喜欢 它的一个其中的原因 那你看这个木瓜搭配一个配菜 然后我们这边又搭配个西红柿 对 大家知道这个西红柿 在西餐中 尤其是意大利餐 法餐中 离不开它 西红柿本身就是一种水果 水果 也是一种蔬菜 你可以怎么样吃的都可以 而且大家都很喜欢吃这种蔬菜 你像我们今天可能要熟做 蒸熟的话 里面释放出了番茄红素来 对于我们体内的这种 抗癌是不是有预防 可以预防前列腺癌 除了前列腺癌的各种慢性 新鸟血管疾病也有好处的 其实生吃也好 熟吃也好 都无大所谓 我们要根本的目的是药 可干什么 你生吃它的维生素C含量也很高 你如果熟做维生素C含量低了 但是番茄红素也上来了 无所谓 只要你需要怎么样都可以 其实不同的做 不同的营养 好 这边咱把这个盒 切了细丝 切了细磨 应该算小木耳 对对对 好 把盒吧 这个怎么用这么大量 今天 对 因为这是以鹅为主 今天就吃这个鹅为玩 今天这个虾 把虾 你看看 摔成馅儿 把虾馅提了以后 比较有焦性 您这个之前是怎么做的 就是说把虾馅提了以后 把虾胶用刀在家里 把它一叠一叠 剁碎了 然后再摔打它 对对对 如果说今天做的 不是这种海鲜口的丸子 可不可以用猪肉馅 猪肉牛肉羊肉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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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吃藕丸子的什么肉 无所谓 好了 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虾胶基本水好了 水好了以后 把我们摔的藕丁 把它放进去 把它放进去 把它抓一抓 把它搅一搅 抓一抓 然后再稍加一点调料 稍微加一点盐 稍微加少许的行 少许 少许的盐 咱今天要做这种大丸子 还是说那种小丸子吗 做一个小丸子 小丸子 汤水的那种 嗯 汤水的小丸子 好 这一半就好了 OK 就差不多了 对 好 这样的话 把丸子随时也穿出来 OK 对我们就是开水 然后之后呢 开水穿丸子 咱们看看怎么穿这个丸子 以前大叔教过我们做丸子 你看这个小巢 这么一挤 然后又挂 做个牛肉 看起来挺简单的 没错 对 做个丸子 抓挤挤挤挤 然后之后一刮下去 嗯对 好 我们是开水的时候 下入我们的虾 不要开水 一般就是说这个这个 这个呃 用那个温水吧 就是说 大概是四开 飞开的那种感觉 四开飞开 对 对 朦胧的水 因为开水以后吧 除了丸子就比较 散了 散了这个比较容易老 哦 因为我知道这个做虾丸子 还虾丸子 是最忌讳老的 对 牛肉丸子也是 老了也不好吃 对对对 好 有的时候在家里做丸子 你会发现 在饭店吃的特别紧 自己做的呢 就特戏 大叔这个在于什么呢 这个吧 这个虾巴 一般新鲜的虾巴 还水分比较少 没错 一般就是说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比较 比较就是有筋道 然后这个虾巴 这时候说 我刚才讲的嘛 把它打上 多碎了以后吧 在家里吧 然后 最乖的记忆一点吧 就把它摔上胶 用摔 摔 就是摔得黏着乎乎的 对的 把它摔上胶 摔上筋 咱就先搅一个方向脚 然后再摔 咱在家里 如果说炖牛肉丸子 羊肉丸子 是不是也需要打 对对对 这样呢 好吃一些 比较筋道一些 越摔 越弹性一些 又就是紧了 对对对 好 这边咱们慢慢的烫着 大概到烫到什么程度 这个 丸子吧 就是说 这个稍微 这个这个慢火劲 一定要不用开锅 开锅以后吧 它这个口感不好 今天这道菜呢 是一道汤水菜 我估计它的味道 应该是甜中带点酸 酸中带点鲜 因为我们这两种配菜 就能看得出来 太漂亮 西红柿 酸酸的 甜甜的 木瓜 本来甜甜的 混在一起 果香十足 还有一点酸的 对 今天我们用的油 非常的好 健康新世代 给您做完的推荐 那就是金龙鱼深海鱼油调和油 这种油呢 有三个加物质 能够对老年人儿童的智力发育 非常有好处 所以我建议你在家里的时候 试一试 金龙鱼深海鱼油调和油 然后用葱花 敲一下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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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今天这个蔬菜 西红柿啊 包括我们的木瓜需要炒吗 对 特别西红柿啊 木瓜不用炒 西红柿要稍微炒一炒 对 那煎点点油 煎点热 对对对 首先吧 我们这个加一点少许的番茄酱 哦 番茄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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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大概有多少量呢 这个差不多吧 就这一份吧 差不多用这个35克够了 那就是我们平时这个大汤勺啊 一个汤勺就可以了 然后吧 一个汤勺 炒了以后吧 西红柿一定要炒一炒 就是西红柿吧 把西红柿这个粘度吧 把它炒出来 对 你看一炒吧 它的稠度比较稠了 是吧 也不见得 一定到这个步骤 把这个西红柿炒得非常软了 一会儿咱们包的时候呢 西红柿可能就慢慢的 哎 对对对 变成粉了 稍微炒 炒一下 让好吃一些 没错 而且你看炒的特别黏 对对 好 然后用我们越味的这个虾汤 一个一个都浮上来了 就浮上来了 感觉像爆肥的一样 浮上来了 你看 然后把它炒好了 直接有圆汤放进去 对的 这样比较鲜一些 其实这个煮 我们今天这个虾完汤 您在家里下面调的好吃 海鲜味的 绝对是 就跟这个焦灯鱼带用的这种 海鲜面 咖喱面之类的 差不多 对对对 好 这时候我们就放上木瓜 然后这放上木瓜 好 木瓜一定要最后放 没错 这个木瓜不能炒 一炒的话 它就囊掉 已经失去了水果的位置 感受了 因为它会在炒的时候呢 把那个油里面的一些 兴气吸出进去 没错 但你在炖它的时候呢 它是利于它释放 而不利于它吸出杂味 所以这个你吃木瓜的时候 又软又好吃 对你看这道菜吧 这个颜色很特别 有活的 有红的 它有白的 白里透红的一个 而且隐隐约看到我们的 白的 藕丸子里面 还有星星点点粉色的虾的颜色 对对对对 好 这时候我们需要改火吗 大厨 这需要火吧 不要太大 小火吗 就是说不是中火就可以 中火 对中火开锅就行 中火给它开锅 咱们能上桌了 然后我们再加一下调料 这时候也要加 对对 稍放少许的盐 刚才我们的虾椒 只是放点底味 这时候是调我们这个汤汁的味道 来一点点盐 一点点盐 因为这个 被我加的调料太复杂了 没错 因为本来这个 对所有深颜色的汤 咱们这个就不用加糖了 这个不能加糖了 现在锅中慢慢的咕到这 不过差不多了 好了 因为我们这个虾丸子 已经渗透了一点汤汁这种红的颜色 红的颜色 然后这个汤也比较稠了 我在这看不到这个藕 藕好像是埋伏在虾丸里面 对 这就蛮好的 又是一道在逢年过节 朋友聚会 然后朋友宴且的时候适合出现的彩品 对 刚才那个是红颜色 红韵当头 这个是橙色的 代表现象时程 白色 白里面凑着红 没错 这道菜其实我觉得好 很适合这一季来吃 这一季都有点干燥 对 经常会感觉呢 喝水总是忘了喝 但是你吃饭的时候呢 感觉特别口渴 来点汤水菜 好 我们来 一起 一起来尝一尝 赶快 一起来尝一尝 鲜中带脆 对 似乎是味道很重 蚝的味道更重 很脆 蚝的味道 这个蚝咬起来特别强 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吃这个丸子 真的跟我们平时吃的虾丸不一样 以前我们吃虾丸咬起来的时候只是弹 而这个有一点脆 有一点糯糯的那种口感 这恐怕是莲藕的作用 莲藕的作用 我觉得这菜好吃 在家里面 如果说一次吃的时候没吃够 然后觉得做一遍还挺麻烦的 可不可以用别的丸子代替 然后说多做点 放冰箱里面隐藏着 可以就是这个丸子吧 就是说这个剥过藕吧 提前多做一些 做一些吧 把它提前放在我们这个包鲜盒里边 把它盖上盖 多剥鲜 你把我 我不愿意吃虾的这种味道 我可以跟这个 过年鱼肉丸 猪肉丸 羊肉丸 根据个人的嗜好 与口味 都可以多做一些 都可以把它保存起来 随时到家 随时配料 随时做汤 是很好的 关键 刚刚打开电视机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到 我们这个虾胶里面有什么 营养又美味的藕 是不是 其实我们还可以把那个 没有剩下的藕 剩下的藕 放进去 做成大块 跟那个木瓜 西红柿 给它搭在一块 越说越多种好吃的吃法 总之这个搭配真的很赞 木瓜 有西红柿 还有大虾 当然 哦少不了 希望你在家里试吃 感谢我们孙大厨 带着这么好吃的菜品 谢谢您 谢谢 然后谢谢郑老师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健康新时代 不见不散